其实高嘉瑜这个事情 真的是我觉得 对像我们也走 这个公众人物这条路的人 真的是感受也很深 只是第一个我是 昨天真的是又惊讶又难过 难过了好久 因为我是真的觉得说 一个女人要走公众这条路 要放弃很多 要牺牲很多 是真的很不好走这条路 可是你有时候 月光鲜亮丽光彩的背后 反而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心酸 只是我当时不解的是说 他打他11月11号就打成这样 结果一直隔了20天 到周刊揭露的时候高嘉瑜 当然我觉得前面 我不是不能理解 他为什么不想把这件事情曝光 因为我也认识 几个民意代表的好朋友 也是女性 也都有遇到 不是被家暴的 或者就是被渣男诈骗 钱财的 那这种状况 其实都是跟刚才 陈玉珍委员讲的 就是他们往往在生活的压力 跟情感上的缺口的时候 就被这种很渣的人 很恶劣的人就乘虚而入 但是他都典型的 跟高嘉瑜第一时间的反应一样 就是说想要隐忍 而且坚持不愿意曝光 那只是说高嘉瑜的事情 实在是今天我看到照片 我说打得这么严重了 你还可以忍吗 那最主要的关键 过不去的砍 我觉得跟 是不是从小 书读得好 还未必直接画等号 他最重要的就是说 因为女性的台前的公众人物 太好强 他太好面子 发生了这种事情 不管是被打的 或者是被诈骗的 或者是被欺骗感情的 那个女的跟男性的反应 可能真的很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这社会期待 第一时间都觉得很丢脸 都觉得说我是一个 女性的公众人物 就像今天高嘉瑜自己讲 为我社会形象要比起 什么味道这种事 对 大家都觉得 我带给大家的是阳光 是协助 那我自己怎么可以 变成一个受害者呢 我怎么可以变成一个弱者呢 而且高嘉瑜 他第一个反应 我觉得就真的 让我第一时间认为说 他真的过不去的砍 就是说我怎么这么蠢 尤其是刚才讲的 书读得好的人 很自负的就说 那我起码聪明吧 我起码有判断能力吧 尤其是要选民意代表的人 你三教九流的人 接触那么多 怎么会招了这种渣男的道 所以我觉得 高嘉瑜第一时间 他过不去的那个门槛 除了说他可能威胁什么什么 他一直很想说 他有没有办法处理这个事情 逐步的脱离他 然后不要对他 不管是政治或者公众生涯 做出很大的损害 可是我今天也必须说 他之前停了那个20天 证明是错误的 他今天才是对的 因为今天他很勇敢的 出来面对 高嘉瑜才有办法 继续的让很多 在暗夜哭泣的女性 信任他 他今天自己也有讲 他自己的反省也是这样 他说如果我遇到这个事情 我都不站出来面对 跟对抗的话 那你说其他的人 凭什么来找我 大家怎么样相信民意代表 那最关键是我讲一句话 高嘉瑜在第一开始的时候 他想歧视您人 他很害怕说 他可能有录音 或者有私密照 可能被他强制住外流 但是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 已经也看到了 他重伤他之后 情况已经完全翻转 因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犯罪行为 当高嘉瑜一提告的时候 所有这个渣男 要威胁他的事情就消失了 因为警察第一时间 就去扣留他的手机 扣留他的这些部分 那他最害怕的 就是说他的什么隐私外流 尤其是那个录音 可能他会录一些 比如说私底下谈的时候 会批评一些同党的朋友 这个高官什么 他很害怕这些讯息出去 造成政坛风暴 那通通都被扣留的时候 才能够把他的威胁解除 那这个也说明说 只要是光鲜亮丽 在台面上的女性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 正面面对采取行动 才是解决渣男的唯一途径 可是这问题就两难了 我也在想这个情况 高嘉瑜之前为什么不敢讲 为什么有顾虑 桑里还跑去穿黑衣服 好像是男子 好像已经嫁给那个男的 是他的媳妇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如果像我们刚刚讲的 早就主动出来讲 警察不能立刻去扣那个男的嘛 可以啊 他伤害罪啊 如果之前就还没有打 或是怎么样 他如果讲的话呢 那个男的可能就那边 那边也在开记者会 说我有这个资料 我就先把你抖出来 警察不能立刻去扣啊 可是他打完11号之后 他其实就可以离告了 他不知道是怎样嘛 他不知道那男的 他不是说被控制嘛 手机都被控制嘛 所以他在犹疑 那因为这个事情爆出来了 当爆出来的时候 大家这样的注意的时候 然后呢 我认为检警才敢去 立刻去行动 否则的话 就跟前一阵子 棒球棒打人 警察说这不是现行犯啊 我也不能去打 你不要检察官警察会那么动作快 这因为到了已经到了 整个社会都沸腾了 总统都讲话了 行政委也讲话了 大家通通讲话了 检警才会有动作 否则如果是一般的情况 不会有动作的啦 被家暴的妇女多了 检警什么时候有动作 怎么会有动作 保证不会有动作啦 男人静 家瑜对他 他这个消息这个曝光之后 我想的时候觉得很难过 因为他在被关了两天 然后本来不是12号 要到少康战情市 不是没来吗 然后后来他隔了 大概一个礼拜之后呢 他来参加这个节目 他就坐在我现在这个位置上面 旁边就是大佬嘛 那我就坐在司纲的位置上 那他不就戴着口罩吗 然后我们就说 为什么要戴口罩 他就说因为他不舒服 可是呢我就看到 他的这个脖子上这边 就有一块 好像大概像撒龙帕斯大小的 一个就像是 比如说我们烫伤之后 我们烫伤之后 然后好了以后 他不是会有这样一道一道 那种像深咖啡色的 那个疤痕吗 就在他的脖子边这样子 一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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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奇怪 因为我在想说 如果说是感冒 或者是说过敏的话 你可能是会出一些红疹子 或者是说你养这个抓 不会是像这样的痕 那你现在后来我才知道 就是说那就是那个男的 给他锁喉嘛 对不对 勒就勒他 勒他之后呢 然后可能退下来之后 你想这不是很难过吗 然后呢 所以他那些天 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身心的 巨大压力之下 然后还要 终于出来的时候 还要装着这个若无其事的 一样这个贱人 而且今天呢 从他公布那个照片 那个男的是怎样啊 这个人是变态吗 对 我觉得他真的是有问题 他是拖刑他还是什么 他的那个伤口这么大耶 他的脚上的好几块很大伤口 然后整个的手这样子呕呲 然后脸整个这样子被打 我觉得真的是 非常非常非常的恐怖 我觉得家瑜太可怜了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